大家好 歡迎來到哈哈聊電影 我是霧橘 如果地球沒有人類 動物間開始有自己的文化 肉食性動物與草食性動物 都遵守著和平協議 彼此相處得融洽 那麼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形態呢? 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部電影是 動物方程式 離開 這是一個犯狀 那這會是一個更大的犯狀 如果Mr. Big finds me here 所以我們現在離開 這是一個噁 我們在一個很大的趨勢 I am on it break 話說《腦筋極轉彎》是一部 用簡單活潑的方式 解釋出大腦複雜情緒思考的電影 那麼動物方程式 就是將種族刻板印象這類複雜的議題 用不同動物深入潛述的方式表達出來 簡單又明瞭的解釋種族差異 而產生種種歧視的議題 讓人不得不佩服迪士尼說故事的功力 故事的主軸 簡單來說就是動物之間有了文化 不用整天因為獵食而生活著 每隻動物都有夢想的權利 於是我們的主角 小兔子朱迪 從小立志要當警察 朋友笑他不行 父母勸他放棄 局長看他沒有 有些新的員工 我應該要介紹 但我不會因為 我沒有在意 看起來就是沒有人認同的小兔子 努力打拚最後獲得大家肯定的超立志電影 故事玩 咳咳 當然不只這樣囉 迪士尼的故事才沒那麼淺薄呢 只是恐龍當家 算是單純的有點意外啦 動物方程式雖然說主線簡單明確 但是推動故事的過程非常有趣 途中與不同種族動物的互動 也設計得很有意思 在角色的對談之間 都充斥著種族間刻板印象的話題 什麼 我沒有告訴你 你比我還要可愛 你可能不知道 但 蟲可以叫另一隻蟲蟲可愛 但當其他動物都會 我非常抱歉 在看似平常玩笑的對話 卻包含了多元的社會議題 有些比喻小朋友是可以理解的 非常有誘教的效果 但有些則是大人才會懂的 所以在享受這輕鬆愉快的電影 卻又不只按插讓人審視的議題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迪士尼 將隱喻這東西包裝得太好 在老騷嫌疑的動畫市場 又訂定了一個新的境界 再來提到故事的轉折部分吧 由於小兔子第一個案子 是調查失蹤的動物人口 被嫌疑48小時破案 否則就會被隔職 但沒想到卻意外牽扯出犯罪集團的核心 震探以為抓到集團首腦後 案子就要結束了 但 真正的犯人開始呼之欲出 到底誰才是披著羊皮的狼呢 這部分就留給觀眾自己猜吧 以劇情轉折來說 豐富程度是很多電影都不見得做得到的 所以結尾時看得很過癮 再來就不得不提到這部電影前後呼應的地方 很多小季節與橋段一開始都以為只是劇情的小環節而已 但最後基本上都呼應了全劇 將所有環節緊緊相扣在一起 真的是讓人拍案叫絕 看得出迪士尼在劇本上下了不少功夫 再來就要談談角色囉 所有登場的動物看得出來都精心設計了 為了要將動物擬能化 雖然每一種動物在三回上都有調整過 但依舊保留每個動物原本的特色 可以說是每個角色都超茫的 非常非常的討喜 尤其是毛茸茸的質感 讓人有想要磨兩下的衝動 最後不得不提到我們的主角啦 擁有烏龍技能揉絡草食性兔子朱蒂 與天性聰明帶點尖造屬性的肉食性狐狸尼尼克 在動物文化還沒誕生前 狐狸一直以來都是兔子的天敵 本篇也利用這樣的特性 將兩個不合的動物當成搭檔 冒險途中的摩擦與笑點也是本作非常成功的地方 就像是偶像劇一樣的元素 一開始就跟你唱反調 看到他就會倒胃口的死對頭 因為某種狀況被迫擺在一起 經過種種事件後 往往最後會成為你最愛的人 當然本動畫並沒有提到跨物種之間的戀愛啦 但是看到故事最後 真的覺得狐狸與兔子很有愛 故事的背景設定也看得出藝術團隊的用心 在動物方程式中有12個不同的獨立生態環境 城市等每個角落都有不同尺寸的動物設施 算是一個很龐大的世界觀 而主角們也可以遊走在任何區域來進行冒險 所以故事最大的含義就是關於物競天者的議題 要導播食物鏈的宿命 必須要靠文化與大愛來包容 才會有真正和諧的社會 也將刻板印象轉化為互相理解 打造出平等又美好的理想世界 真的超有意義 最後看到小兔子與狐狸的真情告白 我都被他感動到亂七八糟了 呃...不是愛情的告白啦 不要讓他們看到他們到這裡 你狐狸 你狐狸 好感動 好啦 最後小編認為 這部電影的亮點很多 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小人物立志走向 軒衣解謎劇情 幽默風趣的種族樣貌 愛與和平的超療癒架構 真的非常推薦何佳來觀賞 總結這部電影就是 菜鳥兔子遠景夢 機靈無力來結盟 兼詐小人壞和平 城市動物顯報道 的超萌療癒系動物電影 我是呼許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